我们今天来到美国一家特别划算的超市 Save a Lot 一起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吧 来看看这里到底能解决多少钱吧 进门就看这个果汁 两个六美金 每一瓶差不多有两升左右 咖啡也是便宜的出奇 十亿美金 这么大一罐 哇两斤的咖啡可以 对一百二百四十杯咖啡 给大家看看这个番茄价 五美金 四个就番茄价 这么大一个 然后这种超大的是两美金一个 哇两斤的才两美元 有一天我们学校食堂发了这个梨 这个梨看着 它们都不削皮的直接吃这种梨 但还挺好吃的 梨味挺浓的 哇是个果子两块钱 这么大一罐 它一定是对水对的那种 小子都想烤这个吃 听说里面是个面包 大家打开然后烤一下 肉桂捲 牛奶有点喝力 我们买了一个杏仁奶 十一十三块钱 我在想美国人到底有多爱吃芝士 看二十美金四磅这个技术 这么大一百 因为胡老师是肉食动物 所以说特别喜欢看这个牛肉 用这个雪花状来洗 十九美金 哇这么大一块的猪排 十八美金 太爽了 多啥七磅 这个猪的猪肩肉 居然不要钱吗 十二块钱 多少斤 十斤的样子 拿下这个猪肩肉 八块钱 你看这种冰冻的鸡腿肉 五美金 十磅 太傻了 五小钱一磅 不要钱 你看这个Savolot面积不大 但是它基本上 日常生活中的食品全都有 看这些美国正是半产品食物 天堂 这里全都是半产品 所有货架上的东西都是预制的 我觉得中国也要成为一个趋势 预制食品 你看这个冰淇淋七美元 这么大一个 三点七升一加仑 你看为什么冰淇淋和这个巧克力酱在一起 他们很喜欢把巧克力酱 浇在这个冰淇淋上一起吃 更主要 你看这个蛋糕 它的含糖 一共就是八十克 然后它含了三十四克的糖 百分之四十的糖 每天账了 看可以购买多少钱吧 我们一共花了五十三块钱 买了这么多东西 差不多是我们四五天的食物 整个超市卖的食品 差不多是中低档的食品 不会有特别好的 但是招不住它的价格便宜 好了 这就是美国Savolot 小众超市 大概的样子 下次见哦